Oban的波动了在58个点 这是相当可以的波动 整体区环 但是Oban的波幅还可以 整体区环 波幅可观 波幅可观 主要其实是由基本面上的影响 基本面上的影响力 很多同学在交易的时候 不太熟悉基本面 我们过一下 英国最近的 Teresa Teresa这个英文怎么写 特雷莎 那我们就中文吧 我有时候英文写的也不太好 雷莎 有个修女 还叫特雷莎熊 特雷莎 梅 就是我们传说中的梅姨 经常叫梅姨 就是英国的老大 英国的老大 弹河 这个事件 还有意大利的 就是欧洲方面 有意大利的事件 意大利的 或者我们叫做危机 危机在危机 那这些在危机 都其实是使得 这个行情产生一些多变性 就是这两个事件呈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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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 英国和欧元区 那世界范围呢 世界范围我们在最近的马上本月月底 大家查一下时间 G20G20在南美洲举行 G20当然是现在的看点 目前市场当中的看点前是就是美国 美国当然是世界的老大 这是中间的看点 那另外还有看点就是 特朗普的一边在去做打贸易战 一边的在中间 一边在这个过程当中了去 去做一些各种手腕 就是非常多变的一些 非常多变的一些这种 这种类型的一些财政的政策 那这些他的多变的财政政策 或者说他的多变的执政政策 实际上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些行情当中的这些变数 当然 贸易战 其实在重要关卡价位出现这个结构的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交易的一种结构 就是反转然后出这个图形是很好的一种结构 这个蛮好的一种图形 所以在这就做空了 那目前我们会看到说 如果 今明两天 在这个位置上其实90也是关卡价位出现和上一波一样的这个图形的时候 那我可能在这就又空了 在这如果走出这样的走势的时候 现在这个图形我们看到 现在的欧元对英镑就技术面上 他是向上收敛 如果他在这走出和上一波的一样 上一波就是在我鼠标所指这个位置 大家看得清楚我鼠标吗 远程讲课就是有这么一个缺点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非常非常想跟大家现场来说的话 这样的话我的手势你会看得很清楚 你能看得到我指的这个位置吗 这个位置 我在这里加一个聚光 大家看到就说看到 因为我动的稍微慢一点 就是这些地方其实是蛮关键的 就是你掌握了掌握不了 交易其实就在这个地方 做好做不好其实就在这 这直接关键位置 然后在这一反转 图形一做就是一波空的 假设在这 有这个图形的话 那我们就会在这里的去 会在了去 会在这个位置上的 比较积极的去交易它 会在这比较积极的去交易它 等一下看看最近几天的 这个行情的动态 看看行情的动态 那这是欧元队英镑 那我们暂时目前有一些多单 陆陆续续这些多单呢 陆陆续续这些多单 就可以开始做一些了结了 我们也在这边去做一些实际的动作 欧元队英镑我们有多单 多单的10月15号 0.21手 再评上一半 再评上一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